渔民惨遭射杀震惊了全国 而侥幸躲过死劫的船长洪玉智 他也首度面对了镜头 谈到当时枪林弹雨的经过 他说船被子弹打到失去动力 四个人躲进船舱里逃命 而且因为对方连续的扫射 机舱的温度太高 他们都被烫伤 详细的情况我们联线的记者张希宁 社主网被菲律宾公物船无情扫射 重弹身亡的洪石成家属呢 今天呢是直接访问到了船长 船长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是记忆犹存 而今天呢他更秀出了身上的烫伤 由于当时呢菲律宾公物船是无情扫射 导致于他们只能赶紧的躲到了 温度非常高的机舱 所以四个船员呢身上都有明显的烫伤 我们听一下稍早船长的访问 这个已经呼噎两天了 对啊 这个都是啊 都是发伤的 全部都是发伤的 那我想说当时大概你说听到枪声 然后大家都赶快走到机舱 对啊 对啊 那里面很热啊 很烫啊 很烫啊 对啊 四个人都躲在 对啊 可以看到船长身上哦 四只都有多处的烫伤伤口是非常的明显 由于呢当时呢是一天要枪声哦 船员们呢是只能躲在唯一可以藏身的机舱里面 而由于菲律宾公物船呢是间接性的来扫射他们呢 所以呢老爸爸呢就是在探头来查看情形的时候就不幸的重担身亡了 而船长呢是再次的强调哦 他们的小渔船绝对不可能来冲撞对方的渔船的 因为呢他们小渔船假设只是轻微的碰撞都有可能会有翻船的危险 他们绝对不会做这么危险的行为 再次的重生哦 自己呢是绝对没有冲撞的行为 菲律宾呢根本就是硬拗 好我们看到这就是当时这个船长哦 那么他回忆起这个呃 当时被这个扫射的经过相当的惊恐